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杨 这是小米的说话 我们是杨米加夫妻党 大家好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家的阳台上 给大家拍这期视频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问我 是哪一年来到了法国 我是2005年到的法国 然后我们两个是2012年才开始 2011年认识的 对吧 2011年口误 我想说2011年 口误 一会我会有一个首误 以后尽量避免口误 OK 为了防止我老婆的首误 言归正传 我们这一期呢 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朋友 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我作为中国到法国留学的留学生 我们当时是否有打工 勤工俭学的这种现象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然后也想问一下小杨 像你们法国的大学生 在校期间是否也会有勤工俭学 就是边上学边打工这种现象 有的 对吧 我就是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是那个政府给我钱 政府给你钱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是奖学金 对吧 是 然后那个签效也不够 因为我自己生活不够花的 然后我又自己出去打工 这样我封了就不用关我了 是的 不打过什么样的工啊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都干过 比如说呢 刷碗 你还刷过碗吗 我怎么不记得 然后妙博店 你在巴黎刷碗咱俩还不认识呢 不认识 在面包店 你看你要早认识我就不用刷碗了吧 就可以刷锅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人照顾 哈哈哈哈 在面包店干过 面包店啊 面包店 嗯 还有在买当劳 我就少了 这个还有一个吧 烫到了 嗯 做水跳 嗯 夏天的时候 嗯 会在推个车子买冰淇淋 推车子买冰淇淋 这个你也干过 嗯 可别说我那个小车子很厉害 哦是吗 一天能做2000欧元 哦就是营业额 嗯 那一般你像这种打工的话 一个月你能赚多少钱 嗯 没超过1000欧 啊 没有超过1000欧 那你如果暑假呢 暑假 暑假打工 那我就可以整个多一点 1400左右 1400欧 嗯 就是打三个月的工 对 每个月1000欧 法国的话也是其他的大学生也像你一样吗 有百分之多少的大学生 差不多百分之70到80吧 反正我认识的我所有朋友都打工 是吗 嗯 但是我像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留学生 就是比如说中国留学到法国的学生来讲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我是2005年到的嘛 对吧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过嘛老婆对吧 嗯 就是我们很多就是第一年来的时候没没法打工 因为是学生的签证了 就是还没有办那些就是这里的长期的居留证 所以说呢 就不能打工 就只能是学习 所以前六个月的时候就特别节省了 然后也不敢吃肉 因为那个时候人民币和物园对比 比如说汇率很高嘛 嗯 就是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我跟你讲呢 我就老是吃那个空心粉 西红柿土豆连肉都不敢吃是吧 嗯 六个月以后就找了一个中国餐厅 就是做那个刷板工 才开始慢慢的自己买肉吃了 嗯 就是比较节省 对吧 确实 要是没没没没没盘到一个中国人会帮你 我觉得你 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对 哎你还真别说了吧 有一段我跟你说过就是在最早的时候 2006年的时候 我就找了一份在法国工厂里边做的一份工 嗯 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在那个网站上招聘 我呢就是因为到暑假 就也想勤工俭学 就不想回国 因为回国你也是吃吃玩玩 没有意义 还要花家里人的钱 对吧 当时我就想勤工俭学 需要自己去找工作嘛 嗯 我就那个暑假的时候就去每一个那个 他们这个法国这个地方 你们不是都有那个中介吗 帮我找工作的中介对吧 对 短的合同的那种中介 然后我就每一家中介我就递简历啊什么的 哎 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一个消息就是那个雷诺 嗯 那个卡车厂里边招短工哎 对对对 然后我就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培训 当时其实因为特别想要这份工作嘛 他收入还挺高的 那个时候是1500欧元一个月 然后我要加上加班 新流星天有好多你们法国人懒不想工作 像我们就比较勤奋 所以我就每次都申请加班 申请加班 然后到最后每个月拿到手里的差不多是1700欧元 哇 但是我们是三就是两边倒早晨起来就是白天的那边呢 早晨五点到下午的两点 然后晚上的那班呢是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那个十点 到晚上十点 然后是在那个生产它那个雷诺卡车的那个生产线上 我是负责包那个电缆 就这样我就在那工作了四个月 然后就赚了好多钱 然后我其实我那四个月赚来的钱 我就够了我一年的那个生活费了 嗯 就是我每年都是我到了暑假就去打工 然后就赚一年的生活费 所以我第一次回中国是六年以后才第一次回中国 也就是说我2005年到了法国 2011年才第一次跟你那属于是第一次是吧 嗯 从唱时间了 对不对 不对不对 和他的枪友一起回去了 然后带他去旅游 不对不对 2010年回去的我知道 2010年啊 对 2010年 我还不认识他我就去过 嗯 对是 你比我 我的前科我老婆都是了如指掌 其实我们两个的经历都是很像的 我记得当时小杨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然后呢小杨还是为了帮我就是 到了暑假就去面包店里去做那个收银员 他就去卖面包 那是那个票的钱 对对 是的是的 骑自行车 而且不是自己的哦 对 对 借着别人的自行车 然后小杨去打工去那个 那个我当时还还我做过 我其实我留学时候做过的工作特别多 我摘过葡萄 就是摘过葡萄就是那个葡萄到丰收的时候 不是要酿红酒吗 嗯 我就去地里摘葡萄 早上起来六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很 就是天还没亮嘛 就是那个九月份九月份的时候 嗯 天已经亮了 但是呢就是那个早上起来那个露水 有露水很湿 然后那个我们摘那个葡萄当时不会摘嘛 就是用剪子要剪 你知道吗 经常会就是戴着手套也会剪到手 嗯 我的手上全都是剪的 一个这里破了 那里就是流血了 反正经常会剪到手 然后早上起来穿的牛仔裤 然后就是那个葡萄汁会顺着那个牛仔裤往下流 就是早上加上那个露水都是湿的 然后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太阳一晒 我们还在继续在摘吗 太丑了 然后就干了 那牛仔裤就硬了 嗯 从湿到硬 然后就是整个那个裤子就特别难受 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打完工以后 就把那裤子给扔掉了 你这东西 嗯 我就是那个裤子完全没法穿了 然后那个一个月的收入打工的收入摘葡萄 我有一次摘是按照 嗯 他是按照时间嘛 就是两周 嗯 两周的话我当时是赚了700多欧元 还可以了 嗯 750欧元 然后第二次摘葡萄是按公斤 按公斤算了 对这个特别累 但是法国人你们这个很有经验的那些 做季节功能 他摘的很快 我们那个中国的流程生摘到一半 然后他们就从那摘了一趟 然后又回来了 有经验 练工资就是按公斤算了 对 然后我们就给他们那个很有经验的 那个法国摘葡萄的人就起了个外号 叫TGV 就是高速列车 哈哈哈 就是摘的真的很快 嗯 所以说打工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有趣的事情 嗯 然后我有一次记得就是在 嗯 第一次就是做那个农场工 就是摘那个麦盖 铃铛花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跟王金龙 我们俩拿着帐篷 然后拿了一个可以充气的床垫 就是直接睡到帐篷里 因为省钱嘛 因为你到南特 哇 那个摘铃铛花叫南特 那是 那那 然后那个时候是几月份 是五 呃四月份嘛 因为铃铛花是五月一号开始就开始卖了 四月份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摘 但是那个 在外面睡呢 哦在外面睡 然后帐篷里边搭了个简单的帐篷 我们在迪卡龙买的那个帐篷和床垫 哈哈哈 晚上我们俩冻的 因为他那个早上那个草地上有露水 嗯 就冻的就就很冷的时候 我们俩都抱在一块 哈哈哈 哈哈哈 以后不能让你们两个一起出去玩 哈哈哈 就是 就是感觉哎呦呦 不行太冷了 都抱在一块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起来的时候更更搞笑 然后就是 那关节都特别疼 因为他很湿你知道吗 那露水早上起来就很湿 我们俩还天天为了省钱 就买鸡蛋吃方便面 天天就是吃这个 但是呢 也挺开心 因为 就是一种体验嘛 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 对 真的真的 就是我记得那个留学的时候 很多的那种就是不同的工种 就是现在有很多 咱们年轻的这些 这个弟弟妹妹们到这来留学的 估计也会有这种打工的经验 嗯对吧 所以说其实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打工 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压力 你要去作为一种就是 你就哎 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又能赚到钱 这样最好 对吧 对 每个东西都是一段时间过去过去了就好 对 如果是过去了 很快过去了 你就会 哎一苦思甜的感觉 我觉得在中国的这样大学生 和在法国的大学生都会有这种轻功减学的现象 对吧 嗯 我我记得 但是大家都是会有 减轻压力 对吧 嗯 因为大学在中国的大学的开支还是不小的 嗯 就是我的有一些表哥啊 嗯 表妹啊什么 他们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也是学费 就是各方面压力也挺大 所以他们也会暑假的时候去打工 比如说做家教 就是教小朋友数学啦 物理啊化学啊英语啊 这一些 然后还有很多的中国的大学生是做 比如说有一些设计类的专业的 他们会帮别人设计一些logo啊 啊设计一些就是封面啊 啊这些还有一些目前来讲可能做自媒体的 像我们一样 就是做自媒体啊 在这个各个平台上也有这样的 嗯 所以说 其实法国的你们的这个大学生和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都是面临着一个这个这个勤工俭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但是我最想说的 嗯 就是 嗯 年轻人 嗯 嗯 你们要 拥抱这个年轻的 没错 是的 嗯 因为后面是 太晚了哦 嗯 对 继续支持我们杨米佳夫妻党 我们每次说不对 杨米佳夫妻党 哈哈哈 杨米佳夫妻党 哈哈哈 好 拜拜 拜拜 关注我们杨米佳 拜拜 对 哈哈